大家好,歡迎收聽安波足球快訊 本週中歐冠軍分組賽繼續進行 當初不乏強強對話 其中就是一場利物浦對亞積士 亞積士新賽季在各項正式賽事斬獲7年勝 其中最近6場他們都能夠在半場取得領先 其中最近4場半場都已經取得最少兩球的領先 而最近5場都能夠取得零封 近3場球隊最少取得4球的大勝 至於紅軍在新賽季正式賽事項取得過一次連勝 而上一次遭遇和局以及失利之後 他們在下一場的比賽都能夠擠出9比0的大勝 考慮到上一輪聯賽延期 利文普得了難能可貴的幾天休息時間 這個對於急需取得勝利提振軍心的他們來說是極其重要 在2021賽季的歐冠聯中 利文普就曾經跟亞積士分在同一組 當時利文普完成了對亞積士的雙殺 兩場比分都為1比0 雖然利文普之前曾經完成過對亞積士的雙殺 但由比分來看 亞積士並非傳言沒有一戰之力 考慮到雙方近況差距 利文普視野並非穩操勝券 好球不等人 立即下載M直播 收看精彩足球籃球賽事 再見 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